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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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打烊了 還能跑去哪 一定是洋鬼子剃頭店 解得太爛 愁眉沒臉見人 跑去躲起來了 那個人拿著一把刀 他該不是要殺人吧 愁眉 他在殺愁眉 一定是見色起義 可是 以愁眉的長相 怎麼會讓人起色心呢 可是他真的在殺人 是一直噴一直噴 怎麼辦啊 對 我要去救躁眉 對 可是他現在殺紅了也 我要是闖進去 不但救不了躁眉 以我的姿色一定會死得更慘 怎麼辦啊 快搬過來啊 他們想棄屍 趕快來幫忙 這件事你們要保密啊 不要讓人家知道 簡單啊 這件事你們要保密啊 怎麼那麼傻 我還要換你跟法新人 賠上性命呢 還要被欺濕謊言 臭妹 你為什麼就是不相信我的技術呢 真是太可憐了 我一定要把三個人抓起來 關進煎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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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湘怡 你一定要冷靜 什麼東西 我很冷靜 你 你怎麼 小湘怡 你冷靜的聽我說 你們的組長呢 我現在以殺人嫌疑犯來逮捕你們 殺什麼人 我們今天法郎定一天開幕 為什麼會殺人 我們從早忙到晚 有人報案我們就要處理 處理什麼東西 處理就要帶我們去警察局嗎 有什麼話會駕駛證 我能不能先聯絡我的律師 請 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他們殺人了 他們殺人了 殺人 殺死了 醜妹 還沒有回家 該不會是 沒關係 我有日子時間啊 我們已經說過很多遍了 我們沒有殺小醜妹 可是有目擊證人指出 小醜妹到你們的店之後 就再也沒有出來了 在還沒證明 你們每個人的清白之前 你們每個人都有嫌疑 喂 你們要說什麼啊 你們把我妹的怎麼樣 快給我說清楚 你在幹什麼啊 關什麼事啊 你坐下 怎麼會不關我的事啊 小醜妹是我妹 怎麼會不關我的事 你給我說清楚 今天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啊 莫名其妙說我們殺人 來到這邊還遇到他哥 你們給我說清楚 你客氣一點 我們沒有殺你妹 沒有殺我妹 我總會在這裡 你給我說清楚 給我說清楚 當時我看到一個人拿著刀 一直刺 一直砍 誰就一直噴 好可怕 後來又有人扛著一袋東西 那應該是屍體吧 那時候 他又付了錢給兩個人 叫他們把東西扛到山上去 這真的是我親眼所見 老醜妹 你吃得好慘啊 小哲明 你給我冷靜你好不好 我講 那個叫小輩子 他跟我們有仇 喔 有仇是吧 快接下來啊 我們新開的Neo Image 把他們家的舊底法廳 生意權搶光了 他一定想這樣陷害我們 讓我們關門 喔 所以是商業競爭嘛 你們三個混蛋 你們就是為了要搶生意 才把我妹殺人對不對 你放開我 你們知不知道 我也是重來的生計師 你看你看 坐下來 那個醬小輩子 就是我的師妹 告訴你們 殺了我妹 有槓箱中男 你們的認真不會好過啦 坐下來你 我跑強盒 坐下來 好啦 好啦 是我 是我想維持的形象 所以可以把燈關掉 平常他還是被看到啦 費難度 你怎麼會再 這麼電 雅士 有件事瞞著你 真的還滿抱歉的 二綺 怎麼練你 突破心防啦 費難度先生 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你真的幾位相約軍 很下的獨首嗎 你為什麼殺在小熟妹呢 因為今天下班的時候 口很渴啊 想要切西瓜 沒想到店裡 就用一把小的水果刀 你知道用水果刀切西瓜有多難啊 我用你的切啊切啊切 是用你 亂噴的 噢 啊 是這樣的啊 我的事情是這樣的 我有幾個朋友 要去參加露營協會的露營 沒有帳篷 所以 我就先把員工旅遊的帳篷 借給了他們 更好笑的是 他們連露營的經費 都跟我借 真的是這樣嗎 你繼續跟我狡辯嘛 我告訴你們 我現在就是時間最多了 我慢慢跟你們耗啊 沒有關係啊 你們繼續跟我辯解啊 繼續耗啊 你等一下到我幫我買咖啡 是不用擋了 去跟我買咖啡來 我告訴你們 我今天非常有時間 跟你們耗在這個地方 我怕你們的 我告訴你們 我什麼都沒有 我時間最多 我跟你們耗 我跟你們耗下去啊 來來去跟我講 … 摳摳摳 多命連環摳耶 我一點自由都沒有嗎 我今天啊 就是要泡夜店 我關機 有什麼 信، 小姐 有空嗎 沒空 小姐 可以跟妳聊天嗎 不行 妳是怕不到我的 我對於不美的東西呢 是一點感覺沒有的 今天晚上 我要不斷的拒絕那些 跟我搭訕的人 這種感覺還真是前所未有呢 很沒空 別哭了 就這樣說你們警察去那邊 可以撤了喔 拜拜 來 三位 我們先走了 有什麼進展告訴我們 起來 起來 身邊 謝謝 拜拜 別哭了 不喜歡 等我啊 可以啦 可以啦 你這個鏡子是哪一台的啊 你就算等到明天天亮 我們家醜妹也是不會回來 好啦 媽 是我啦 我是醜妹啦 醜妹 醜妹 去哪裡啦 別哭 變這個樣子啊 真的是妳啊 好 醜妹 好 醜妹 那到底是跑去哪裡了 大家以為妳被殺了耶 妳管她被殺的是誰 只要醜妹安全回來就可以了 是吧 哇 加上這個化妝 又髮型 服裝的改變 甚至可以把一個這麼醜的人變這樣耶 這是我把腐朽為神奇啊 誰是腐朽啊 媽媽 妳不要一直弄我頭髮 都亂了 喂 喂 警察局嗎 我女兒醜妹回家了啦 蛤 妳說妳女兒已經回家了啊 哇 哇